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因为赚钱的方式有一万种,而你却只知道打工? 接下来请听几个故事,让你看看富人搞钱的手段有多狠 小王下岗了,在夜市卖炒粉,卖十五一份 生意一般,就在小王的对面,也是卖炒粉,卖十元一份 还多加一个鸡蛋,生意异常火爆 以前的老同事去看他,很疑惑地问他为何不降价 小王笑嘻嘻小声说道,对面摊位的是我老婆 商人三谋中提到,擅唱对台戏,利用对手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商人三谋中的对台戏理论 小王的生意越来越好,就想开店扩大 就在去找门面的路上,一不小心把车前轮开到沟里去了 打电话叫拖车来拖,结果对方直接要价1800元 小王果断拒绝掉,拿起手机直接点了十个外卖 30分钟后,十个外卖小哥到了 小王叫他们帮个忙,十个小伙子一起帮他把车抬了起来 小王请他们每人吃了一个外卖,并给了他们一个五星好评 他们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说谢谢 这一招同样也是出自商人三谋的反其道而行之 小王开着车看到一个位置不错的商铺在招租 于是他打电话过去咨询 电话接通后居然是中介,并且中介费非常高 小王灵机一动,拿起砖头就把这店面的一个窗户给砸坏了 然后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说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窗户,请房东联系他赔偿 第二天房东联系了他 他跳过中介,直接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 这一招出自商人三谋里的逆转思维 一年以后,小王生意越做越大 他却跑去售楼部应聘 他说不图工资待遇,只要能卖房学到点东西就行 经理一听,一阵窃喜,就给他开了最低的工资 同事们背地里都说小王太傻了 一个月后,小王把当时最好的位置,最好的楼层自己买了 并且拿到20多万的提成,立马就辞职了 同事和领导当时都猛了 事后又过了几个月,楼盘价格飙升 小王转手把房子卖掉,又赚了20多万 这个故事也出自于商人三谋中的暗度陈仓 这就是商人经商的底层逻辑 书中提到,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其实只要你的模式设计好了 赚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中国专门有一本描述搞钱的书 想要搞钱的话,看一本书就可以 一下就知道了未来怎么赚钱 这本书叫《商人三谋》 我随便给你摘出一句 你就知道这本书的厉害之处 赚钱最快的方式是财富转移 而不是财富积累 老实和心软发不了大财 发大财靠的是手段 用体力赚钱就老实点 用脑力赚钱就机灵点 用钱赚钱就狠一点 这种书一般人都不会让你看 他自己却悄咪咪的看 看完这本书,让你明白富人赚钱的底层逻辑 原来秘密都在这本《商人三谋》中 如果你总是被欺负,失业赚不到钱 那都源于你不懂赚钱的底层逻辑 建议看看《商人三谋》这本书 书中教的全是搞钱的方法和手段 它教你打破常规,用反向思维思考问题 这本书拿到以后,你不管送给谁 都会感谢你一辈子 如果你对赚钱还有一点欲望 那必须读读这本书 这本书对于年轻人来讲 是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